一嘴一嘴 蒋大人 这些啊 是咱们的侍女们 吃不惯这里的东西 自己做了一些饭菜 我呢 就向他们要了两碗米饭 这个豆腐是我自己煎的 你尝尝 你多剥点过去啊 我 我不要 我吃一碗就够了 你一想吃那么多 今天怎么吃一碗就够了 我以后不会吃那么多了 为何 我们蜀中那边就有一个女的 她就是因为吃太多了 然后夫家养不起 她就把她给休了 我决定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比你吃得少 你就放心吃吧 等公主醒来 你还要成宿地照顾她 多补充补充体力 你应该吃就不吃了 你吃什么 你吃好 那天吃 我吃得了 我吃了 就不吃了 我吃有什么 我吃了 你吃你吃了 你吃吧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真的是故意的呀 你为何要让着他呢 这样的话 他们这些蛮人 不就觉得我们 更不如他们了吗 其实吧 就算我不这么做 我也未必能赢 叶律菩萨奴 是辽国闻名的神剑手 我要是赢了他 就是削了辽国人的面子 就算是无意 也会引起无端的是非 咱们以后在辽国 应该收敛锋芒 否则会行事不易 可是你这么一味地 让着他 那他们就会更 欺负我们了呀 小亏无妨 自然是不能吃大亏 所以 你从今天开始 就要学习分寸二字 我觉得 你讲大道理的样子 真的蛮张人喜欢的 再吃点 展大哥 刚刚公主在宴席上说 她的心上人是你 公主的胡话 当不得真的 可是公主那么漂亮 你从来没有想过吗 没有 一点点都没有吗 我的心里只有你 那眼里呢 眼里 心里 都只有你 不行 你 让我看看 你的心里 的话 更在 倾诉只剩的脑海 一再一再 一静点 如若和你牵手 穿过人海 留表心意 恍若是外 留恋往返 默默挂怀 心的脊膀会松开 如若想想往外的怀疑开 多重的人也要依赖 别有心里的花更在 轻松只剩的脑海 一再一再 蒋大人 公主 要不我 晚点再来吧 公 公主 没事 你说吧 我想 让你陪我去送万年神龟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 六斤好像让我一会儿去叫他 我们走吧 走吧